陆寒的身份至今无人感巴 却因为保镖的一句话而暴露 除了上下级的保镖称呼他少爷 就连时尚巴沙的主编也主动弯腰到他跟前喊少爷 事实证明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城路手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一向嘴毒的万达太子爷 也不敢对他做任何评价 在一次采访中 记者询问王思聪和林更新认为陆寒的演技怎么样 结果不怕是的王思聪罕见异常 很失去的选择不评价 但耿直的林更新对着镜头大谈起来 然后王思聪一句话暴露了陆寒的背景有多豪横 要知道身处于娱乐圈中 明星们的身份几乎都被狗仔扒了个遍 但偏偏陆寒的扒不出来 与其说扒不出来 不如说狗仔不敢扒 当初参加春晚时 媒体为陆寒感到惋惜 不能回家过年了 结果陆寒却自爆了绅士背景 今年要参加春晚吧 那就没有办法回家回家一过年 他们会很心疼会很遗憾 没有啊我能回啊 我上了舞台以后 这话一出 网友立马在地图上查找 从演播厅到家15分钟距离的地方 没想到陆寒所说的竟然是军区大院 这样的背景怪不得狗仔不敢去拔 要知道在陆寒没出道时 就已经就读北京海淀外博语学院 这里一年的学费高达20万 而在这里上学的学生 身上多少带点背景 比如圈内太子董子健和陆寒是校友 而且别人评价陆寒是 率先想到的就是有钱 值得一提的是 陆寒三人所在的餐厅 是国内唯一一家米其林餐厅 在别人一桌子上最贵的菜是百元时 陆寒这里的菜单却是百元起步 除此之外 陆寒还特别喜欢带表 无论在哪 他手上几乎都带着一块表 最便宜的也就十几万而已 无论劳力士还是百搭文力 以及几百万元的瑞神料 陆寒都能轻而易举地 带在手上做装饰品 不禁让人感叹 少爷的一块表顶 普通人的好几套房 但陆寒从来不是一个故意炫富的人 因为在他家中看不到的地方 也有今天价格的物品 陆寒分享他和网美的合照时 细心的网友发现 陆寒家里的白色音响 属于全球顶尖的品牌 岂不价为56万 可想而知陆寒家里音响的价格了 为此还有人表示 5万块钱的音响都没见过 陆寒直接整了几十万的 甚至还自嘲到 陆寒家的音响能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周杰伦吗 不过这些还不算什么 因为照片中还有一个葫芦屏 在2011年就已经卖出132万的高价 更何况如今 看来京城路少真的是失锤了 难怪能和金圈格格关小彤在一起 看着如今圈内的男明星挨个塌房 大家才知道陆寒当年 公布恋情的举动有多也闷 当年陆寒自愿放弃顶流的位置 也不在乎托不托粉 就是要给族人家关小彤安全感 我公布之前不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我又不是二啥的 对我今天一击那我就公布了 肯定不是 不是在我啊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应该 在我这我觉得是一种负责任吧 2017年陆寒关宣恋情后 直接导致微薄瘫痪 值得一提的是 陆寒当初可是炙手可热的顶流 在巅峰时期公布恋情 对他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尤其是陆寒的女友粉 都哭着脱粉 当年他掉的粉足够养活半个娱乐圈了 还有人统计 哪一年陆寒至少少挣了一个亿 虽然陆寒清秀的脸庞 一直被外界嘲笑 但他却做了一件最爷们的事 尤其是和男明星他房后才承认的相比 陆寒的举措狠狠甩他们一大截 哪怕是身边的好友最先他方 陆寒依旧做到了出于尼而不然 给族观小彤安全感 那天白白坐着都征婚了 说快到三十的时候 生命中有一种孤独感 孤独感 真的是 特别认真的说 走心的说道 孤独感 而除了洁寻自好 也很重粉 当发现有粉丝跟踪使他 陆寒的第一反应不是发火 而是先给对方谈道理 整个过程很非常有礼貌 但有些私生犯偏偏不听劝 紧跟陆寒行程 更是高速追逐陆寒的车 意识到危险后 陆寒罕见地生气 当粉丝坐着黄牛车追车时 陆寒担心粉丝会出事 下车和黄牛理论 但整个过程他没有骂过粉丝一句 而且陆寒开演唱会的时候 担心泰湾粉丝达不到车 还和平台沟通接粉丝回去 就连几十块钱的喜茶 陆寒也是眼都不眨地送 到了下午粉丝检票进场的时候 陆寒担心粉丝很热 特意准备了冰淇淋送给粉丝 当初处于疫情危险时刻时 有位医护人员发文 如果凯旋归来 能去看演唱会吗 当时陆寒也回复邀请粉丝 三年后所有人都以为陆寒忘记了这件事 结果陆寒办演唱会的时候 还让助理联系医护人员给他们送门条 只能说这样爷们又宠粉的陆寒 值得被粉丝喜爱 就连范之一也给出了他最高评价 如果陆寒放弃了明星身份 那他一定会去剃足球 没有人就以赢全 我是会去剃足球的 因为其实对刚才浪说了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 第一梦想是剃足球 就是最大梦想是想去剃剃足球 完了以后到了高中 高一高的时候我都没有说过 我没有想过去当一个 就是歌手或者艺人 都没想过 当时还奔着球 陆寒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范之一曾说过 陆寒是娱乐圈球技最好的一个 范之一和陆寒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2012年 当时陆寒是队内的先锋 由于范之一不了解陆寒 加上他又是个娱乐圈的明星 打心底里认为他没什么实力 然而看到陆寒在场上的发挥后 范之一才知道不能一点概念 后来才知道他是有 他有一些功力 我感觉他是眼前的 踢得最好 没有踢得最好 不仅如此 陆寒的球技还获得了著名足球教练米卢的青睐 对方当众在镜头前表示对他的欣赏 李卫峰 2002年中国踢进世界杯 全国刮起一阵足球风 陆寒也在其中 而他的偶像是贝克汉姆 甚至之后还被曼联圈粉 幸运的是陆寒得到了贝克汉姆的回复 对方不仅亲自录视频祝福他生日快乐 还特意为他挑了一个礼物 2012年陆寒还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条关于曼联的动态 评论量达到了1亿 这让他获得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可就是因为陆寒是偶像的身份 当他出现在卡塔尔世界杯的 首战和决赛上担任解说时 外界很多人都质疑他没能力 但陆寒在球场上的发挥告诉大家 无论平时他的工作有多忙 他都会找时间来练习足球 不然你以为他能被范志义和米卢夸赞 全都是因为天赋吗 而陆寒除了热爱足球 还尽自己的力量支持我国的足球事业 2013年陆寒就参加过慈善竞赛 比赛后获得的奖金 他全部都捐给四川灾区 甚至还帮助学校建设足球产地 据统计陆寒已经帮忙建设了12座足球场 2018年他还带着三个热爱足球的学生 去俄罗斯看世界杯 做到这种程度 再说球技上也没得喷 外界又何尝不能认可他的实力 况且以他的影响力 还能带动我国的足球事业发展 从而培养出好鸟子 崛起我国足球事业 大家一起来支持陆寒吧